我们现在就开始去简单讲一讲 ATC最新发布的最新的U11 我先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这么多几个对比手机当中 我都拿过来了 大家恐怕在第一眼当中 认不出来哪个是 ATC新发布的手机 但只要给大家翻过来 大家就能够看到了 这个是1加3T 这个是小米6 这个非常亮眼的 就是ATC新的这台机器了 所以现在真的手机正面 没什么太大的差异 基本上差异全都在背部和手感上 看一下 我们拿的这个版本 是这个玻璃里面是蓝色的 非常的漂亮 但是有很多指纹 我现在来擦一擦 对吧 这个后壳指纹这么多 怎么办 只要一摸就全脏 对吧 老司机 老工匠 能不能想有办法 能不能给我想有办法 但是 ATC送了一块布 我相信大家看完发布会以后 可能对这台机器什么样子 非常的渴望 大家估计也看到了 然后我真的先聊点别的 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好玩的东西 这台机器 这台机器是我昨天听到今天要直播 ATC新发布的机器 正好翻向倒柜的 从家里边找出来了 我大概03年用的ATC One 那个时候 我好像刚刚去做评测这件事情 觉得我一二年底 iPhone5新发布的时候开始做评测 那时候觉得金属的机身做的好漂亮 好帅 但是iOS的不喜欢那个系统 后来安卓的第一个金属机身 应该就是ATC One 当时做工的也是非常的不错 当然大家可以简单看 这台机器被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 什么我把底下的四下巴的海带条给去掉了 这是刷了第三方的定制ROM 另外非常反人类的上方的开关按键 被我给改到了侧面的音量按键 给大家展示这个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其实大家对ATC近期的发展 可能并不是特别熟悉 说几说话我也不太熟悉 因为从我用完M7以后 一直到M8 M9 我觉得它完全没有变样 是吧 跟M7长得差不多 但是去年好像是4月份发布的M10 不叫M10了 叫ATC10 那台机器还是略微有些变化的 金属的一个大切边 然后彻底取消了四下巴 然后把控制按键集成在了后慢键的两边 这台机器其实是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波澜 反而在国内引起了一片骂声 就是因为它在国际版当中用的是高通最好的CPU 821 但是一到国航上市的时候 就直接放到了653还是650 我记不太轻了 应该是直接降低力的 所以这件事情上也引起了咱们国航用户的很大一个不满 我当然也很不满 所以当时我们手段连那台机器都没有 所以只能给大家看图片了 但是咱们看一看吧 我觉得任何人都别以固定的眼光去看一个厂家 也许它们发展了 我们做评测的也是 我们不管对哪个厂商熟悉有好感还是不熟悉 觉得有问题 对于产品我们都会把这些思想全都给摒弃掉 我们还是来看具体的产品吧 看看这次产品真的有没有升级和变化 首先我们来带大家简单看一下外观 这个仍然是一台5.5寸的LCD的手机 看起来跟HTC的以往的设计还是一脉相成的 非常的一致 系统还是跟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跟我几年前用M7的时候几乎没什么变化 但是它的操作逻辑大家简单注意一下 这颗指纹键不说了 点一下就home 它的返回是在左手 它的切换任务是在右手 这两个按键是无法被调整和切换了 因为它已经被图案印到这里了 不是对称的图案 所以这个是调整不了了 调整不了了 外观上我们继续看 然后整体 大家可以看到四周是没有耳机接口了 有几个金属条的断点 扬声器只有一个 直接也是Type-C的耳机 它会送的 侧面这个是按键和音量条件键 这个放在手上的话 按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背后看这个非常有金属的光泽 再查一下 但其实是玻璃的 它里面的各种颜色 其实都是玻璃在柱的时候做的一个样液 我相信这种工艺的话现在也比较常见了 但是它工艺挑战的难度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这个玻璃的曲线真的是非常的多 我从各个角度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反光的时候可以看到 上面有很多曲线 侧边 下面曲线也非常多 这点做出来还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这个不是玻璃不容易做 是里面的样映的纹理 不太能够容易的保持一个均匀 并且它的这个弧面其实还不是对称的 因为我上手的时候简单也看了看 我不知道这个摄像机能不能体现出来 因为它这个摄像头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意思的 相对来说它跟屏幕做了一个堆叠 它的摄像头跟屏幕做了堆叠以后 你可以看到在整个后边的时候它是突出的 也就是这条曲线下去的时候 它其实整个是一个梯形 大家再简单看一下 我用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角度能不能看见 再看看后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在摄像头这个区域 是整个背部的最高点 这样的话 它可能会在桌面上的时候 摁的时候会有一些 会有些松动 也确实是这样 也确实是这样 这个刚才看过发布会的人也大概清楚 因为RTC这次其实也是蛮发力它的拍照的 可能用了一款号称是整个安卓阵营里面 最棒的一颗摄像头 并且它没有采取放在上面 因为它为了保证整个后面是一个弧度 非常好的一个握感 所以它不会放在屏幕上面 那么小的一个地方 它放在了屏幕堆叠的后面 正后方 所以整个厚度就已经失控了 它做的非常的高 在后边整个的厚度当中 又不想整个机器全都沿用这么样的厚度 因为这样握起来 下方的手感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它就采取了这种上面T型 下面窄一点的设计 所以这点大家也清楚一下 然后我们这台是工程机 工程机的话 然后刚才送的同事简单还特别叮嘱了一下 它说它说这个音量按键旁边 为什么工程机呢 说音量按键旁边有一个大缝隙 大家简单看一下 我是没有发现这个缝隙 音量按键后面的壳这块有一个缝隙 说所以真正上市的量产机 这方面会做一个很好的改进 但我们这块确实没有看到 大家看一看这个黑边的情况吧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一加吧 一加3T 这是去年的时候一个一加3T的机器 我们可以看一下黑边的情况 下边的情况也可能看出来 然后这是小米6 小米6 小米6这壁值也不好 随便找一个白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RTC的一个黑边 OK好 这个特写已经足够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边的这个宽度了 有人问这个 为什么拿一加3T和小米6做对比 为什么 没办法 这是咱们国产的这个两台性价比 非常硬的这台手机 像这个小米6 这个肯定是现在是性价比无敌的 然后像一加3T在去年 真的是非常完美的这台机器 如果它不是因为这个屏幕的话 这个屏幕太糟糕了 它完全就是一台我心目当中的一个梦想机了 所以咱们今天的RTC到底行不行 跟咱们这个大陆的几个性价比的主力 咱们一块去做一下对比 我发现它这个Home键 上下这个是不在中中间 我猜一下 我亮一下屏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Home键也是非按压式的 按不下去 这个跟1加3和小米6都差不多 它是按不下去的 但是我发现它不是在上下的正中间 左右肯定是正中间 上下它是偏下的位置 上下它是偏下的位置 我看看这个是基于什么考虑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它为什么会这么设置 也许它自己觉得美学不重要 可能是方便用户的手感按压会更重要一些 剩下一点就是它有意思的就是 它跟三星一样全都是没有发力双摄 重点都是把自己这颗单颗的摄像头去给它做好 单颗摄像头做好 咱们一会再去说摄像头的事情 咱们下一面 下一步咱们重点去说说 它最大的一个创新亮点 就是它两侧的这个H sensor 这个就是边缘传感器了 从它的介绍当中呢 说到就是整个的这个下半部分 大概是这个区域吧 对称这个位置 它的边块是可以识别你的按压的 那现在能够识别的动作有两个 一个是短按 一个是长按 大家在设置过程中呢 可以简单看一下啊 这个我刚才也是大概看了一下 H sensor 它在启用高级功能 我给它关着以后啊 然后在启用的时候可以发现啊 它可以定制什么 等一会儿啊 可以定制短握压的动作和长握压的一个动作啊 基本上就两个 在设置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怎么能够再回去啊 我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它会调整你的力度啊 它会让你做几次这种握压的事情啊 就跟那个指纹似的 因为它必须要掌握你平时这个握压的一个力度 如果说是它的力度太轻的话啊 会让你用起来非常的小心翼翼啊 就是说哎呀 只要轻轻一碰啊 立刻这个快捷功能就被触发了 这不是这样的 它会让你稍微使点劲啊 去让你调一个合适的一个力度啊 然后短按和长按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 哎 这样一下 启动了拍照功能 我们再长按一下 哎 启动了一个小杜助手 这我们一会儿再去说啊 嗯 这个功能呢 在锁屏下也是起作用的 啊 也可以非常快捷的去启动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 嗯 这个功能 大家咱们来头脑风暴一下吧 一块来想一想这个应用场景 嗯 大家觉得这样的功能有什么样的应用场景 简单给我刷一下啊 看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是这么觉得 一个是 我们知道啊 屏幕会有点大啊 它的屏占比呢 甚至会把整个屏幕全都给吃掉啊 这个 可能未来会把真正的控制按键去集中在这个训练那条下的这个条当中 但其实HC这点最大的创新呢就是 它在这个边缘这块集成了这个啊 这种一个能够感受你的触感的一个三色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思路啊 就是可以完全把你的几个操控按键啊 可以这个通过捏的这种方式啊 通过边块给它放出来 这个这个想法一出来的话呢 其实我还是挺受启发的 当我刚开始看那个功能的时候 我觉得哎 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思路啊 对不对 大家一个简单想一想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在侧边把我们的这个home返回和任务切换按键啊 直接放在侧边啊 比如说放在中指位置啊 比如说放在这个拇指位置啊 也许我们真的在侧边啊就可以实现这个返回 对吧 home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咱们说回来啊 它这个传感器的原理呢 呃 我特意问了一下他们的工程师 他们没有告诉我啊 他们只是我有印象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他们发了一个简单的概念视频 提到了这个侧边操作的一个概念 但是今年的终于正式产品出现了 但是具体原理呢 我确实接触时间太短 回去我再给大家简单看一看 呃 但是我能告诉大家的就是 第一呢 嗯 它并不支持滑动 啊 现在看起来呢 它并不支持滑动 呃 而且呢 它的区域是非常大块的啊 它并没有精细化的分成几个区域啊 比如说你按这个区域什么功能 按这区什么功能 没有啊 它就是整个的对称的两个非常大的区域 因为它呢 要感受到你的手掌 手掌这个压力 嗯 我们也在想就是 当我们想启动什么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 想启动一个快捷功能的时候 按键是一方面了啊 但其实握一下这种方式 是否比我们缺按按键 更加的 嗯 更加的符合人性 更加的自由呢 这件事情其实 我个人感觉差不多吧 可能我用手机时间长了以后 我已经被按键给训练出来了 对吧 我这个用什么事情的话 我愿意习惯去按一下 啊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 它两边那个按压的功能 还是比你去用手指 往下去 找一个按键 用起来的相对来说 方便一点 方便一点 嗯 你可以去设定各种这个快捷操作 启动某个安装的这个应用程序 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微信 对吧 我个人用微信呢 习惯把它放在最闲眼的一个位置 因为我每次打开手机的时候 第一个会打开微信 看一看谁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那么我们现在也许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啊 直接就可以快捷启动了 啊 或者说是我们经常用的 像什么手电筒啊 像什么这个 我刚刚看了看 大家也就说了说什么手电筒啊 录音啊 对吧 这些这个抓拍啊 有点像老罗的那个啊 两指侧边按键 一块这个抓拍 这样的功能 还有什么通脑风暴啊 我们这个这个想起来非常有意思的功能 大家一块来刷这个弹幕啊 别人也能够看到你的想法 有人说带个带个套是不是不能按了 我这样啊 我来给大家简单做个设施啊 我们看看有没有我们这个比较厚的布啊 比如说 他送了一个RTC的套 我们来把这个当成一个布吧 好吧 我们来简单看看啊 它是触感式的 还是这个电容式的 你看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它的原理呢 并不是电容式的啊 跟你这个手关系并不特别大 也就你外边套了任何套的话 其实通过你的这个按压啊 它都可以识别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边块的3D touch啊 对吧 有点像这个意思 它其实还是在内部感受了你非常小的一个按压的一个形变 我估计是这个样子啊 这套应该是绝缘的 应该绝缘的 嗯 重点呢 就是它如果长按的话 会把一个什么 一个小度助手 放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动位置 对吧 小度助手非常简单啊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语音助手 没能找到 啊 就是一个语音助手 嗯 我们每个人都用过语音助手 从嗨碎开始啊 到这个后边啊 很多的这个国家手机都慢慢开始做语音助手 什么训飞的呀 什么各种这个家的解决方案全都有 但是为什么突然在这两年啊 这这几个月啊突然就一下火了啊 主要还是因为得益于人工智能嘛 就是因为人工智能开发出了以后 跟用户之间啊最直接的交互呢就是语音啊 我希望我直接问他一个问题他能告诉我答案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种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越来越发展啊普及以后呢 其实这种语音助手我们就开始重要性啊 比以前更加的这个更加重要了 我们前两天凭坚果的时候 其实提到了他非常好的功能就是 可以直接按一个按键 然后就 呃 然后就给你记事啊 各种事情 但是他指令不了任何指令 嗯 小杜这个 小杜这个助手呢 基本上就完全可以执行指令了 小杜这个助手 我听说的还是蛮多的啊 因为 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OS 它可能会允许所有人去用他这个助手 啊 这个前两天 创工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 叫什么小鱼在家啊 我跟那个CEO也是蛮熟的 他们那种在家陪伴的机器人用的 其实也是这个小杜助手 内部的这个智能解释方案 嗯 如果大家不知道小杜助手怎么样的话 可以简单下载一个APP啊 叫做度密 这个百度的度啊 密书的密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小杜助手 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呢 现场给大家 呃 演示几句语音吧 因为我也没有仔细玩过 我也只是简单看了一下 呃 这个小杜助手的简介 呃 它号称自己跟其他语音助手啊 最大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它可以自动识别上下语境啊 就是你一句话可以连的说啊 这个再加上号称这个呃 声音解说的这个识别度会更高一些 我们可以简单试验一下啊 我们试一试啊 比如说当我们 先来一个最简单的吧 给我查一下北京到深圳的机票 啊 兄弟 你让我锁屏啊 好 把屏幕打开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基本上就是 可以查出来了 这件事很简单啊 如果我在考验它一些定闹钟 什么之类的 我相信它可以搞定 但是我稍微考验一下 难一点的东西啊 谢霆锋的老爸叫什么 谢霆锋的父亲是谢贤 他今年多大了 谢霆锋的年龄是30年龄 大家可以看到啊 其实这个 我拿到的信息是 它可以联系上下语境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啊 就是当你问谢霆锋的父亲 是叫什么 他可以准确的查到是谢贤 但问题是说 你接着问他多大了啊 他一下就懵逼了啊 他不知道你代指的 到底是谢贤还是谢霆锋 他直接就给你 查了一个这个谢霆锋 这个亮度稍微跳低点啊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 更清楚一点 好 我们继续问他一些东西 我说句 我简单补充一下啊 现在一说人工智能 大家觉得好深啊 其实并不深啊 他基本上真的是把你的语音 做一个文本的转换 文本转换完了以后呢 这个呃 就直接去百度搜索 啊 如果说真有人工智能这一部分呢 就是通过你的语言环境去分析一下 哪些问题是不用去搜索的 直接告诉你个答案啊 这个知识的语音指令呢 其实也并不多 无非就是百度啊 这个这个什么 嗯 百度的一些关联企业 对吧 像一些这个糯米 团购 电视票 这个天气 嗯 携程 飞机票 火车票啊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去百度去查了 但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们看看他还能不能查 现在有什么正在上映的好看的电影 为你找到热映的高分的电影 呃 他可以帮你找到电影 但是但是啊 大家注意一下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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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 啊 并不新啊 我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电影 什么记忆大师啊 拆点专家啊 喜欢你 应该都已经下映了 我都跟你 我想看正在热映的 为你找到 完蛋了啊 他基本上这些还是在塑巴 啊 像什么这个 自信问他 摔跤吧 爸爸 好看吗 哎呀 睡觉吧 爸爸 完蛋了 再问他一个啊 给我叫一辆滴滴 会不会竞争企业就不够查 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实现不了这个功能 基本上还是给你去 呃 百度去去做一个搜索 嗯 我们再去问他什么 给我叫一杯星巴克咖啡 为你找到以下内容 呃 给我叫一杯星巴克咖啡 他找不到 他直接去给我 百度搜了 我再换 给我点一杯星巴克的咖啡 给我找到了星巴克咖啡杯的相关图片 哦 给我找到了星巴克咖啡杯的相关图片 好玩吧 哈哈 继续啊 有没有星巴克的外卖 为你找到以下内容 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呃 我简单简单评论一下吧 就是呃 我相信不光是ATC ATC呢 他可能号称啊 自己是第一台啊 搭配了呃 这个配备了百度这个度密 这样的一个智能语音助手的一个手机 我相信他不会是最后一台 我相信可能过一段时间 国产的很多手机都会配这样的东西 嗯 但是我不管什么直播不直播啊 其实我真的觉得 现在这个东西的人工智能的事情 离我们还相对来说相对来说比较远 啊 刚才测试的一些点 大家可能也能看到了 啊 我觉得可能有些弹幕的话 真的不是特别友好啊 觉得呃 你测这些东西有意思吗 哈 你这个为什么不赶快给我们看性能 我很快去给大家看的 但是你们真的呃 你们真的想不想回忆一下啊 自己最开始拿到一台手机的时候 去不停的去测试他宣传的那几个新的功能 新的功能点到底好用不好用那种兴奋感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跟大家一起去玩手机 想把我这种感觉啊 这个传递给大家的 就像ATC这个手机啊 他那个两边的这个按压 他和他的这个小度这个功能的话 其实都是在他发布会或者说是一些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功能 那我希望把它给玩透了 给大家去讲出来 如果我真的直接给大家去做一些性能啊 跑分啊这个直接去跑些游戏啊 真的真的有意思吗 反正我是觉得我是觉得没什么意思 因为我看的手机太多了 我觉得现在手机太前面一律了 太前面一律了 这个如果一个手机没有一些创新性的功能的话 他真的很难提起我们的兴趣 可能有人说啊 创新是不是能够引起你买机器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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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点啊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这样 我现在其实是满 嗯我其实是非常想劝我身边的人啊去买小米mix或者说是坚果这样的手机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真的挺烂的啊 因为不管是小米mix还是坚果 他有很多用户体验不爽的一些地方 但是他毕竟是非常大胆的去创新了一下啊 你看这个如果说是小米mix卖不好的话 他天天去出这个小米6这样的手机 小米6这样手机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各个方面也非常的强 他能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个人是不是特别喜欢在机分本的前列这样的球队 对吧 一踢起来就开始摆大巴 他这个为了自己这个积分去考虑啊 一定要拿冠军就开始就开始忘了一些东西啊 我是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作风吗 我也希望有机会在评测里边跟大家再聊聊这件事情 所以我重点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过了一下啊 HC这几个新的功能 包括他按压这个功能啊 觉得蛮有意思的 我认为其他的手机应该去学他 学他什么 真的是把返回啊 后面啊 或者这些按键 看看想办法 我们在边框上去集成 这样把更多的空间留给我们的屏幕显示 我觉得HC开了一个挺好的一个头 但是就是说 嗯 他并不完整啊 这个 他这个功能做的并不是到位啊 可用性不是特别的高 但话又说回来了 对吧 整个手机的进步不就是 你前进了一点 他前进了一点 最后整个汇总起来 整个前人的智慧集合成一个更好的一个手机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另外呢 他的这个云助手呢 我刚才简单试了是 问题可能不在HC啊 这个锅可能不能甩给HC 我只能说啊 百度如果到处开发布会 或者说是宣传他这套东西的时候 可能还是应该再想起想出一些啊 能让我们这个再兴奋一点的使用的功能 中间加了一些评论啊 我们不说了 继续 好 我们继续看他的系统 呃 这个跟HC10一样啊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摒弃了原生的抽屉式的做法啊 整个全都在桌面上了 其实我们已经就开始说啊 原生的抽屉这个结构呢 其实挺挺挺无聊的啊 挺无聊的 嗯 全都桌面像iPhone一样 齐活了啊 左滑呢 是BlinkFeed啊 BlinkFeed是很早以前就有的一个 主题见面了 但是说句实话啊 他非常好的功能是 集成了非常多的国外的新闻源啊 但是在国内的新闻源 知识这块呢 还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你如果要能分墙的话 我觉得还是了解 世界最新信息 相对来说比较的方便 但是在国内的话 嗯 可能作用不是特别大 作用不是特别大 嗯 整个的图标呢 还是并不统一啊 每个图标呢 都是有能有点的重画 即使是方形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啊 它的圆形倒角和这个大小 也并不一样啊 也并不一样 下来菜单啊 基本上在屏幕下 任何一下滑下的下来菜单 这个下来菜单 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啊 这个就是经典的原生的下来菜单 这个屏幕啊 这个任务切换啊 也基本上是经典的任务切换 这点呢 都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上拉没有 上拉没有什么快捷操作啊 上拉没有什么快捷操作啊 我们可以去看它的设置 这个嗯 不管是connect可以连接 其实就是一个DLNA的一个作用啊 就是一个DLNA 还有什么其他的呢 就是NFA啊 这个是有NFA的 其实我的这款M7就有NFA啊 当时用它来刷地铁卡 觉得蛮帅的 个性化设置 基本就是更改壁纸了 大家可以 我试试啊 大家别嫌我 这个 因为我觉得它默认的壁纸 真的好丑啊 我给你看看它有什么新的壁纸 这些都是动态壁纸 就这些了 真的能动的壁纸 基本上就这几个气泡了 哎呀 我换一个吧 好吧 我们继续往下去进行 啊 个性化设置 可以更改不停的主题啊 这个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不看了啊 指纹识别器 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东西 啊 ATC 这个这个 AgeSense啊 这是我们刚才简单试了试 显示手势和按钮 这个略微有点不太一样啊 它支持一个三指上滑的一些手势 啊 媒体手势允许应用程序 识别三指上滑的手势输出 啊 也可以允许什么 电源键按两次就可以启动相机 我们来试一试啊 这个电源键双击两次 啊 可以进行相机 再往下有一个motion line 持的一个感应启动 看是什么啊 它支持这个双击唤醒 或者说向上滑动解锁唤醒 我来看一下啊 也就是它说在锁屏情况下 我们随便向上一滑动 就可以解锁了 果然是这样 我们再试试啊 但是 有啥用呢 双击也可以唤醒 但是有啥用呢 好像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直接按这个home键就唤醒了 我觉得差别不大啊 大家如果有用的话 可以反映一下 好继续看 其他的设置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设置了 我们这个版本是一个64G的 4G64的 好我们简单的再去 跟大家去聊一聊 这个它的上头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摄像头了 我简单说一下吧 就是 双摄啊 真的可以让你拍女朋友 拍你们家这个宠物 或者小孩的话 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人像的效果 但是它还是满意来现在的一个算法的 现在 基本上我们上手的双摄啊 包括iPhone 7 Plus 他们的双摄的分离效果 基本上都不能特别让我满意啊 跟这个单反相比的话 大光圈相比的话 好多东西真的是蛮假的 好多东西还是挺假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 如果我的手机寿命真的只是在一年 或者一年半这个样子的话 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单摄的啊 但是如果你们喜欢双摄的话 分享这个朋友圈啊 直接能看到非常好的效果 也没问题 这个完全是大家喜好 这个稍等一会啊 我刚才在外面拍了两张样张 我给大家简单在我的这个surface上分析一下 行 我简单给大家分一下照片啊 说句实话 因为时间太紧了 我也没有看他真正拍摄完的照片 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希望摄影师能简单 放大一下我的屏幕 这个 可以看一下 对 这是在我们外面拍摄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景啊 大家看左上角可能会非常小 我给大家简单念一下 左上角 左边的第一张是HC的U11 中间的是1加3T 然后这个右面是小米6 大家可能有人刷弹幕啊 说彭琳你怎么今天给1加3T强强直入广告啊 这个倒不是直入广告啊 我简单补充一句 过一段时间1加5的发布呢 可能我们也有第一时间的这个直播上手 如果喜欢跟我一起去玩手机的话 我们一起来拍这个直播再去做一下 有人觉得彭琳你们 我们以前这个什么资源都没有 对吧 厂商不愿意跟你去合作 最近好像 我们锤子啊 这个HC啊 这个1加啊 都会去找你们去做直播 是不是 你们厉害了 资源能够拿到了 这个 这个答案还是蛮心酸的啊 我最后直播结束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聊 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 样张啊 从 从整体的这个风格来看的话 这个HC的U11和1加相对来说比较亮啊 小米6相对来说暗一点 我开始导进照片的时候也发现这一点了 但是我发现我测小米6的时候忘了开HDR了啊 这个对于小米6来说不太公平 对吧 有人说你为什么这个都会忘 你以为我们错测试的都是神啊 对吧 什么事情都能想得起来 我就是忘了 你能打我吗 对吧 我就是忘了开HDR了 咱们就咱们就正常就去继续去测试对比啊 因为时间真的太紧了 我们拿到手机以后 时间不太够 啊 我们继续看它的这个细节和内部 我们可以看到啊 真正的一加 在这个楼体细节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楼的线条 啊 我们可以看到楼的一个线条和这个 呃 外面这个草和这建筑施工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一加的拍照还相对来说是没得说的啊 一加的拍照相对来说非常的棒 啊 这个最左边的 ATC的U11 注意啊 它吃亏在哪啊 吃亏主要是在像素上 大家可以知道啊 这个现在的sensor呢 基本都改成了1200万像素 我们去问这个ATC 它的sensor是什么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太提 呃 不过从它几个关键参数来看啊 一个是1.4微米的像素间距 啊 一个是1200万像素的像素数量 还有一个是1.7的光圈 从这几个参数来看的话 它跟三星的S8非常像 那S8用的是一颗索尼的定制的MX333 嗯 不知道ATC是什么 估计可能也大差不差吧 估计也是这个 所以可以看到啊 这ATC它其实吃亏在它的像素数 但真正它的夜景表现怎么样 我现在没法告诉大家 因为 外面天这个普遍还没有暗 我们自己实验室搭出这个夜景啊 其实并不能够真实的反映 实际的一个夜景 包括真正的光线错综复杂的环境当中 我们就简单看一下 啊 在这个级别当中呢 真的还是蛮考验像素数量的 啊 蛮考验像素数量的 总之肯定还是一加的像素数量最占便宜啊 这点呢 如果我们观看细节的话 用最简单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拍照的入门的人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比个像素数量啊 这个简单看一看 时间太紧了 我本来想跟大家多拍几张 呃 扯点别的吧 大家可能拿到手机以后啊 希望马上拍几个样张 去对比一下自己的手机啊 到底好还是不好 可能有人觉得啊 我应该拍什么样的相片呢 能够对比出来我手机好还是不好呢 如果大家没有我们这种实验室的这种标版的情况下 加大家一些小技巧啊 就是拍这么几种样张啊 第一种呢就是草地啊 当然了最好是这个绿色的草地上面有一几朵花啊 或者说一些几片叶子啊 这样的东西 这是在检验什么啊 就是在检验它的这个白平衡啊 它是否在这个灰土地和这个绿色的草坪上啊 它能够把灰和这个绿能够表现得非常好 因为如果说是白平衡出现问题的话啊 经常是大片大片的绿叶子会出现问题啊 它颜色一下就变得非常的偏了啊 这个注意啊 这个嗯 多试几次啊 多拍几张啊 多从别的场景切换过来啊 可以准确的看到它白平衡是否有些问题啊 这是这个绿色的叶子 第二件事呢 是拍一些冲光啊 就是你在这个啊 迎的阳光拍一些的树叶啊 拍一些冲光 拍一些冲光是看哪个事情啊 看它这个镜头做的非常这个好还是不好啊 它镜头是不是能够把光线啊 控制的非常好 会不会这个有那种光线已经非常乱了啊 这种各种那个这个光线啊 到处乱钻这种情况 把你整个景物啊 全都给污染了啊 这个包括也可以看到啊 尤其是在光线和物体中间这个分界线上 会不会有这个紫边的现象啊 这也是因为它光线太强了啊 这个如你的镜头的内部涂层 如果没做好的话 可能就会出现紫边的这种情况啊 这是第二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 这是第二种样片了啊 第三种样片呢 你要拍一些这个呃 光线非常强和非常暗的一些场景啊 都在同一个画面当中啊 这是你在看它的整个的一个框度啊 看看它这个呃 亮部的细节和暗部的细节 是否都能够对吧 同时反映的非常清晰啊 这样的场景你多拍几张 当然了其他的 你可以自己去跟你自己的使用场景去拍了啊 什么这个晚上撸串的时候啊 就要拍拍这个验读啊 拍拍你的食物 对吧 看看在这个复杂光线下 是否能拍的更美味啊 还有一些这个做做自拍 对吧 这些东西呢 可以跟大家来说啊 就是根据大家的情况啊 自己去判断了 嗯 有一点呢 是我在直播的时候 没法去反映给大家的就是 嗯 HTC这个 它有个功能就是 它的HDR的非常的快速 它HDR非常快速 也就是 它在拍一些明暗场景交接的时候啊 它不像其他手机 拍完HDR打开以后 它要等那么几下啊 合成一张照片 它不是啊 它这个 它蛮快的 其实我当时试了一下啊 我HDR就强制打开以后呢 拍一张照片 我简单换动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界面几乎没有卡顿 几乎没有卡顿 但是如果说是小米5 是这样的去拍的话 肯定就会中间卡一下啊 告诉你我装在合成 当然这一点呢 是没法去 嗯 去秀一下说明 但是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其实这一点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啊 如果我们的推测假设是对的话 它跟三星用的是同样一颗三色的话 三星大家可以看到啊 S8也有一个重要的卖点 就是它可以 它每拍一张照片 其实是把几张照片给它合成了 它其实也是一种HDR的一种另类的一个做法啊 嗯 如果是用一颗三色的话 那么这功能基本上是这个 摄像头自带的 所以我相信 如果是 同样用这颗摄像头的话 所有的手机应该都具备这样的功能 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吧 我相信HDR这功能会越来越普及啊 越来越普及 好 下面我们简单说一说这个耳机 因为 嗯 嗯 因为RTC啊 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 对声音还是蛮重视的 嗯 但是我从这一代开始 它已经放弃了前置这个 啊 把这个扬声器啊 放在前置上这个做法 它基本上现在的扬声器呢 只是下边的单一的一个孔了 啊 只剩下最后的这个单一的一个孔了 没看到 所以它前置呢 可能无法避免的会有一些衰弱 但是我现在这块也没法给它去放 因为 啊 因为我们直播这时候呢 如果给大家去放出来的话 大家可以简单听一下吧 但我相信传播出去的可能不是特别的 准确啊 这是我们 嗯 这是我们 爱否发售听音机里面的一些歌曲啊 放一首王友林的吧 大家尽量去听啊 嗯 嗯 大家可能没太听清 但是刚才我在那边听清的时候呢 我可以简单这么定一个性吧 因为我个人不太愿意喜欢评价它的外部扬声器 因为这个东西跟周围环境啊 这个这个呃 差别的非常大 如果你周围都是布衣的沙发啊 这个对吧 有些这个慢反射的一些场景 和你周围是一些这个走廊啊 这个呃 整个的 外部扬声器听起来都 就是差别都蛮大的 呃 我只能说是它是属于一个呃 不如以前那种立体的双银行器这种效果啊 但是整体来说 比市面上普通的这种单银行器的效果 还是要好不少的 所以这点呢 是我初步听了一个感觉啊 第二件事呢 就是它可能强调了一点 就是它送了一个啊 比较有意思的Type-C的耳机 注意啊 最后的价格 别问我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嗯 但是 它不管是国行还是外边啊 它基本上都会送你一个这样的一个Type-C耳机 它其实提到啊 就是当你这个这个Type-C插进去以后 它会根据你自己的耳朵的特点啊 它会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调整 啊 我来给戴上 这个调整在什么地方啊 哎 在设置里面 哎 这是在这个智能主动降噪上 我们重新加一个 啊 你每次插进去以后呢 它会立刻的提示你啊 开始扫描 创建符合您个人音效的配置文件 这时候我耳朵里边会听到一些嘈嘈的声音啊 非常快啊 也就这么一瞬间 啊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东西呢 出现一个 评估你耳朵的 评估你耳朵的一个音频曲线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咱们先看下边这个曲线 下边这个曲线 就是 耳朵实际的这个平响曲线 那么蓝色的呢 是左声道 红色的是右声道 那上面这个横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平直呢 那是它加强了以后的这种效果 呃 非常简单啊 就是它会 嗯 看到你的耳朵里面 会简单识别一下 你两个耳道的一个区别 会看到你这个两个耳朵 会不会各种频响的时候啊 你听到的声音大小不一样 啊 它会给你做一个左右的一个均衡 大概原理是这个样子啊 嗯 因为我试的这个呃 时间也比较短 我刚才简单试理什么事情 大家可以相信 就是 我如果换了一个人的话 这个平响曲线是不一样的 哈 对吧 这个我换了另外一个顺利 插了一下啊 发现它这个平响曲线 跟我测出来的 加强曲线是不一样的啊 那说明它还真真是有一定作用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打开这个东西 确实是 我可以非常这个这个准确的说啊 嗯 在我听到的打开以后和关闭以后 在我实际听到耳朵里边的 它的各个频响的这个响度 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 打开以后 它相对来说比较均衡 嗯 如果不打开的话 很多的频率听的是非常的闷的 但是啊 这个这个有人又在说我 哈 说在这个强行吹 嗯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 我不是特别确认它会不会 嗯 让我听了一个 故意非常差的一个音效啊 然后再把一个正常音效打开 让我感觉到这两种的差异也非常的大啊 这个我并不是特别确认 嗯 当然了 如果我想说一点啊 如果它真的 如果不加这个音效的话 平时放任何音乐 是我听到那个 非常差的那个音乐的话 我可以说这台手机的声音是没法听的 没法听的 但不管怎么样的话 我觉得 嗯 这个东西是有用的啊 可以看到它对你不同的频箱曲线做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加强 这件事情从原理上来讲的话 对于每个人的个性化定制肯定是有用的 因为真的有些人啊 这个左耳和右耳听到的音量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可能都会怀疑自己的耳机是不是坏了啊 怎么这个左边的声音小 右边声音大 这种时候如果说用这个方案的话 我相信从原理上解释来说的话 是有一定作用的啊 这个 嗯 可能有些弹幕在说啊 这个 好多细节我们没法特别的给大家一个最终的答案 嗯 确实是这个样子 因为 RTC的人就在 等着我们啊 也希望我们 直播完了以后 给大家上完手以后 这台机器还会还回去 我只能 真的啊 也跟孔一几一样 这个 也跟孔一几借书一样 我感觉 真的书非接不能独野嘛 就是 嗯 自己 比如说 自己是挺喜欢货特材的啊 觉得 曾经这样一个有气质 非常追求产品极致的样的公司 嗯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对吧 我蛮喜欢RTC这个公司的 然后也遇到一个非常感兴趣的一个 产品 我希望我能够多玩一段时间啊 这个所以 很多事情我无法告诉大家准确的答案 我也蛮遗憾的 大家也就别说了啊 说你怎么这些东西自己不试好了 告诉我们 真的时间太紧迫了 时间太紧迫了 好 这个 我们刚才简单说了说啊 我们今天无法去试它的夜景 只是从日景来看的话 它的光线没问题啊 因为它自动HCR打开了 它的这个 嗯 色彩没有问题 它的细节清晰度啊 要略差一点 然后我们刚才也试了它的各种这个 这个 按压的功能啊 想法非常好 功能非常创新 但是对于实际的场景来说 可能是因为我的 头脑还没有风暴在那种程度吧 还没有找到非常好的应用场景 我们刚才也试了它的这个音效 不管它最终的音效怎么样的话 你要坚信一点 呃 ATC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重视它的音效效果的一个公司 包括他也提到了 它的这个转化线当中呢 它其实 送了你一个这个 这个数模转化的一个线 里面有些DAC的一些芯片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它重视它的音效的一个证明 但是啊 这只是说明它重视啊 并不是说明它的结果好 所以这点呢 我就不太多说了 嗯 下面呢 我们简单提 这个 还有哪些点 大家想说的 还有哪些点大家想看的 大家弹幕里边 简单告诉我一下啊 我们这些 关键点基本都已经说完了 但是我希望 嗯 比如说 王者荣耀的电量还剩多少 哎 我都要看一下电量啊 现在电量还剩78% 注意啊 我先说一点啊 这个是我在一点 大概是一点五十几分的时候拿到了 然后我利用这不到一小时的时间 不停的在玩 包括安兔兔跑分了 包括这个下王者荣耀 简单进了一下 然后这个包括去拍照 不停的在很明显玩它 到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 还剩78%的电 哎呀 这个历史的弹幕看不见 真是太太不方便了啊 大家还有什么想测的 刚才有人说了 这个这个下水 下水 刚才弹幕还有人提到这个王者荣耀 王者荣耀的话 我想了想 嗯 我觉得他们借我们手机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 最后咱们赖着脸皮 如果说是大家愿意看的话 我跟大家去打一盘王者荣耀 把这个帧率给他打开 嗯 然后这个 这个因为玩一盘王者荣耀大家也知道 可能需要20分钟到半小时啊 这个时间比较冗场啊 大家会发现我一下转成一个叫游戏主播了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有没有转播游戏主播的天色啊 但这个时间呢 我不希望这个耽误所有的时间 如果大家不想看就算了 如果想看的话 我继续把这个时间给他做完啊 甚至说是结尾的时候我还可以用温枪啊简单跟大家测一下温度啊 可以知道这个手机是不是一个发热很热的手机 想看跑分 安兔兔跑分的话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安兔兔跑分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我跑了一个分 大家知道小米的这个835跑的是17,000啊 它跑的是16,10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我提醒大家 我在这个打开开发者这个选项的时候 因为我习惯拿一个手机上来就先打开开开发者选项 我打开开发者选项以后发现一个选项啊 就是你要不要把高性能模式最大性能CPU的模式给它打开 这个选项呢 我在其他的开发者里边好像没有看到啊 所以这个选项我们当时跑分的时候是没有打开的 所以大家可以简单做一个参考 跑分就这么有意思吗 我也觉得没什么有意思啊 应用的打开速度啊 这个应用的打开速度 我觉得啊 我觉得真的不用去对比啊 因为应用打开速度的时候是 这个东西是 怎么了 不能跑分吗 有什么秘密不能让我们现场跑分 好吧 大家可以看到啊 外面还有不同的人在盯着我 真的好不自然啊 这个我确实觉得跑分没什么意义啊 觉得还是宁可我们去测一些 游戏的实际性能更能体现一些 一些点 应用的应用打开速度 你用看吗 我觉得真的挺无聊的一件事情吧 我没有打开的微博 我没有打开过 就这样一个速度 真的没什么可对比的啊 我觉得挺无聊的 基本上还是这样子 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啊 刚才忘了讲一点 就是它后面 哦 明白了 刚才那个外边的RTC的同事跟我简单说了说 并不是说 害怕暴露他们的一些短板啊 说不让我们在现场跑分 而是说这版的ROM还并不是最终版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的呢 可能还不是最终的那个优化后的那个ROM的那个跑分啊 所以这点呢 如果是真的话倒是可以理解 我觉得我觉得有什么信心的话还是有什么信息的话还是这样啊 嗯 畅通的沟通一下还是比较好的 我接着说啊 刚才有一点没讲到就是这么漂亮的一块玻璃面板啊 这么漂亮的玻璃面板 中间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麦克风 大家可以看到吗 来 摄影师给我秀一下 边上光线啊 有个洞 就在这里 我找一下光线 有个洞 这个还是挺 这个 这个 这个还是挺 挺遗憾的啊 但是我也问他们这个动作干嘛了 其实他们是做那个发布会当中所说的3D声音聚焦啊 也就是说你真的拿在手里面去拍一些东西的时候去录些像的时候 他会根据你啊把什么东西放大了 然后他会重点去取那个方向的声音啊 这个声音呢 我现在虽然 嗯 我搭一个环境的话需要一点时间啊 比如说这边的放一个音箱 那边放一个音箱 我可现在可能测起来花时间比较长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测过当时的 特别几啊 好像是M8吧 我忘了 好像是那个时候啊 我测过M8 那个时候就已经具备这样的功能了 当时那个功能的话 其实还是有点用的 还是有点用的 尤其是你在一堆人当中 比如说你想测 你想拍的那个美女啊 他在这个一堆人当中正在说说笑笑呢 只要离你的距离啊 不是特别远啊 比如说大概是在三四米之内啊 四五米之内 这个功能都是有效的 你把这个那个你的女神的头像放大的话 他真的会聚焦到他所说的话啊 会这个这有一点作用 会把其他的一些杂音 甚至说你在屏幕背后所说的一些杂音 给你简单的过滤掉和屏蔽掉啊 这个但是 如果再远就没有效果了 这是我们当时测的结果 这个新的这个结果还没试 但我觉得可能差不多啊 再远一点 真的到了这个8米10米啊 这么远的位置啊 你再弄的话就没什么效果了 所以这点呢 其实也是一个 如果你在使用过程当中 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 我觉得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的需要是什么 我的需要是希望把我的声音屏蔽掉 对吧 其他的人声音都无所谓 比如说我在拍别人的时候 我可能会说一句话 就是哎呀 你的脸上这个有东西 你赶紧擦掉 我可能会提示他啊 他就简单擦一下 这个声音 我的声音必须不希望入镜啊 这个功能呢 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这是我刚才讲的过程中 辣了一点 其他的 大家还有没有这个 轻重啊 大家可以轻重 我来探紧擦一下啊 我可以说啊 他跟一家的这个3T5.5寸的这个轻重 是基本是差不多的 嗯 他 就是从手感来感觉的话 他没有 小米6 轻 大家看到啊 小米6怎么这么小啊 对 我感觉起来 小米6会比HC的会更重一些 当然了 我的小米5是最轻的啊 他比小米5的话要稍微重一点 比小米5要稍微重一点 这是一个手感的感觉 嗯 我觉得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啊 再抓着我去再测试一些东西 嗯 我没有什么不能给大家去秀的啊 这个大家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我希望把最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 嗯 我希望大家看完这次直播以后 时间也别浪费啊 就好比自己亲自上手玩过HC这个U11一样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看一下对焦吧 我觉得对焦的话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简单去对比一下 这个可能马上就能出结果 前景 大家可以看一下简单的虚化效果啊 我尽量 我尽量这个对击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景和背景的虚化 这个是还是蛮有意思的 可以看到 我 我现在简单看一下啊 其实这个景深其实是离得非常近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它的本身的虚化效果就还是蛮不错的 真的是蛮不错的 对焦速度基本上也秒对 我相信手机已经进化到今天了 这点它做好应该问题不太大 确实是秒对啊 确实是秒对啊 确实是秒对 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啊 刚才有人问到它是不是光学防抖 我可以给大家简单测试一下 如果我以这种抖动的方式去拍照的话 它还能不能成天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上焦了没有 实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脸部是实的 脸部是实的 这个是非常不精确的啊 这种非常不精确的评测方法啊 我觉得大家这个还是 如果我们能拿到手时间长一点 我会给大家做这个更加精准的一些评测 好了 时间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小时了 前面的摄像头 大家可能 大家可能想问这个按压的力度啊 大家力度我无法在摄像机前面强调一下啊 其实我刚开始上手的时候 我知道它有两边按压东西起作用这样的功能 其实我非常害怕的 因为我总觉得我轻轻一按的话就会误触 我就会启动一个东西 但是真正我做了几次调剂以后 我发现 它这个支持短按的力度还是挺大的 有时候大到什么程度啊 我并不是说的好 它真的不会误触 我告诉大家不会误触 但是它甚至大到就是说 我可能我不太想调用这个功能啊 因为它挺费劲的 这个挺费劲的 所以大家可以使劲捏啊 使劲捏就把它捏 千万啊 手哪要稳啊 要不然的话就捏不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还有一件事就是提到了 就是在不同的界面下 它长按和短按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在锁屏的时候 我长按它会启动小度的助手 但是我在拍照界面的时候 我在长按的时候 它就会调转摄像头 所以不同界面的时候 你可以定义它不同的功能 但是两边对称的东西只有一个功能 并不是说像我们想象似的 能够在不同的位置啊 定义好多功能 不是这样的 它只是这个对称的 因为它也不知道你是左手还是右手用 对吧 所以它只能是这个这个设置成对称的 所以这是力度的问题 我给大家解释完了 大家这个帮我刷一圈 好 如果没有什么这个大家太想知道的 咱们直播的主要内容呢 今天到这 然后我 我跟他 我跟他测一排王者吧 我跟他测一排王者 因为可能有些人不玩这个游戏会比较反感 这个没关系 大家就撤了 如果有人真的关心说他能够 他真的能够跑到什么样的帧数啊 有什么样的这个热不热啊 发烧不发烧啊 我们正好趁还有7%的量 我们睡一下 这样我们才能 整个团队才能好 对不对 我全都 主生二技能 对不对 张飞给给别人套盾嘛 好久都不玩了 都不太熟练了 哎 我们这路怎么没有人啊 难道福利局吗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公司右上角的这个网络啊 只有153 这个聘质只有153毫秒 毫秒毫秒 这个是非常差的成绩 后边来人了 斜了 哎呀 我们被包抄了 好惨呀 只有160多 170多 其实这个并不是 上次我测坚果的时候 大家说 彭琳你们这个坚果 会不会WiFi有信号问题 导致延迟特别高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网就这么差 我们公司网一直是这样 这时候不能怂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肉的话 这时候你要怂的话 那还叫团队leader吗 大家可以知道 我左手是正好能够手指摸到摄像头的 有点吃饿呀 等我看一下温度 这边多少度 我看不到 40度左右 应该还好 谁帮我举一下 大家可以看 这是整个 这边能拍到我吗 这是整个手机的一个热力图 可以看到这是正面 正面发热的地方 是在听筒处 不是 是在那个Home指纹按键处 是达到了41点几度 我们看看背面 背面 我说比较热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 达到了44度 但是从右面的提示来说 最热的地方可以看到 结果我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 大家应该能看到 整体上有43度 然后44度 然后这些时候都会有 我觉得大家如果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分屏功能 分屏功能是存在的 我相信它这么贴近原生的话 很多功能是在的 分屏 来我们尝试一下 分屏 分屏玩王者 下面我们可以干别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说个QQ对吧 聊个什么东西的 但是我发现 这个已经无法操作了 什么都操作不了了 分屏玩不了王者 失败 它操作按键的位置 全都是不对应的 全都是不应对应的 这样下去我们该输了 我们就不把游戏继续了 不把游戏继续了 如果说我看上这几个名字吧 我截个图 如果说是兄弟们 这些人碰到我了 真是怪你倒霉啊 不是怪你倒霉 是我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谁在抱歉啊 我还愿意把这个事情截图 到时候给你们单独再解释一下啊 因为今天真的是直播 咱们就不把他做完了 后面的事情确实太融传了 我们该测的结果 基本都已经测出来了 好 我们回这个 我们回正常的一个画面啊 行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虽然非常漫长啊 但说句实话 其实我们做评测人 工作哪那么有意思 我看好多人 希望来我们公司还提到说 每天可以寄出那么多有意思的手机 特别好玩 觉得工作天天充满了活力啊 其实 有什么意思呢 你每天 塞给你台手机 然后你必须要把正常的摄影全都跑完 把你所有的体验 还要这个绞尽脑汁 凝结成一些评论 凝结成一些话术 把还要凝结成一些抵御喷子的 这些 这些这个讲述的方法 所以评测 还不是特别好做的啊 真的不是特别好做 但不管怎么样的话 其实我们今天真的 起码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小白的心态 去跟大家一起去玩这台手机 这台手机呢 我简单总结一下 初步的一个印象 就是 它可能是 整个安卓阵营里面拍照最好的一个手机 我记得在国外媒体像DXO DXO Mark这个网站当中 把去年的HTC的10里面 就已经把它打分 打得非常高了 我看了看 到今年的三星S8 才追上去年的HTC10 那今年这个HTCU11呢 就管它叫11吧 可能啊 它的拍照效果更加的提升了一步 我相信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 也就是如果你要真的去买一台拍照机的话 HTC应该不会让你失望的 但是我另外一点也聊一些担心啊 我们测过好多手机发现 拍照这个事情真的是需要沉淀的 这个是事实所说明的 对吧 一些新厂商始终玩不转 像这个小米 小米前几代拍照都非常 垃圾一直到我自己买的小米5 拍照问题才彻底解决 才跟上主流 甚至说超过一些主流 所以时间长了 真的靠年头 像这个坚果拍照 对吧 什么垃圾啊 这个没在这方面下功夫 它就不行 像真正一些拍照好的手机 我捋一捋啊 像这个Lumia920 当时拍照多棒 像这个 这个黑眉的passport 是吧 也是啊 做了时间长了以后 拍照非常厉害 现在HTC 对吧 三星S8 拍照真的都是混年头 真的是对整个摄像头画质啊 慢慢找出用户的喜欢的那种甜点啊 慢慢调出来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才是最好的一个效果 好像刚才说的都倒闭了啊 但是我不希望HTC能够这个有这样的一天 我希望它能够越多越好 毕竟市面上是需要一些有这个拍照能力的 真正在拍照上有积淀的一些好的产品 另外一点呢 就是整个的手机外观呢 并没有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惊喜 啊 整个这个后面的这个材质啊 确实非常漂亮 但说句实话 在国产手机突飞猛进的今天呢 相对来说也只能算是中等 或者中等偏上的一个外观和一个材质 所以整个外观呢 相对来说没有太大的惊喜 大的惊喜呢 反而是在这个双手按压握持这块 按压握持这块呢 它相当于有一个不用按的一个按键 让你有这种非常自然的握持就可以启动 非常好的一个创意 我也觉得可能未来会被其他的厂商所借鉴 不一定这种形式啊 有可能别的厂商会把 后面键啊 会把返回键啊 放在这个侧边变成一个触摸按键 我只是指的是 把操作放在边框这样的一个想法 别的厂商有可能会借鉴 我觉得这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新 我愿意去给他一个鼓励 因为我喜欢有这种不一样的东西 喜欢有这种创新的 呃 产品出来 所以这点是他的非常好的一点吧 呃 其他的呢 就是他的系统 呃 还是那个样子啊 他系统还是那样子 音质还是一如既往的 有些加强还是做的不错的 他起码有些想法有些调效 呃 这是他的音质 然后这个整个的性能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这个性能也是目前上市面上最厉害的 一颗这个 呃 CPU了 但是他达到这样的一个热度 还算不算做的好呢 我很难去说啊 但是我提醒大家 当初的 呃 高通的这个810啊 大家都评价是一款比较失败的一颗U 它当时也是差不多达到这样一个温度了 啊 也是达到这样的温度了 当然了 我再次提醒大家 这个并不是最后的啊 Room 啊 并不是最后的Room 它在真正发售过程中呢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啊 有一些这个 调试啊 有些这个调整 可能真正我们拿到手机的手机以后 不会特别的热 啊 不会特别的热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对HDC1的一个总结 啊 嗯 今天的直播呢 差不多就到这了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最后呢 我记得有一小点 还没跟大家聊啊 就是刚才有一个小的话题 就是 呃 为什么说 啊 我们爱否科技现在资源挺不错的 好多厂商都愿意跟我们去聊 把资源去给我们 啊 这个不是我们的铁粉 真的可以赶紧走了 想了解HDC的就 就不用再看了 聊些别的东西 嗯 我真的希望直播啊 可以跟大家交朋友一样 这个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爱否拿资源真的非常难拿 啊 就是所有的最新的产品 我们都拿不到 我们难道不想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好坏吗 我们也希望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只能自己去买 嗯 为什么 是因为所有的厂商觉得我们不可控吗 就是你们说的好或者坏 基本上都是根据你们现场的随意去说 根据你们真实的想法去说 可能你们这些所有东西是没有控制的啊 这个 所以都不会去找我们去拿第一批氧机 因为第一批舆论就是这样 嗯 现在厂商愿意找我们 哈哈 这个因为我们不拿钱啊 对吧 这个便宜啊 这个 这个厂商的经费也比较紧张了 所以一些 像什么锤子啊 像什么这个 这个ATC啊 包括一家 真的市场经费相对来说 比较紧张的厂商 他愿意去找我们 哪怕你说的东西不可控啊 它起码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渠道 所以最近的时间我们真的拿资源还拿的不错 那对于我来说呢 嗯 我的内容其实还是不可控的 但是我希望以我这种视角给大家传递一些真实的一些信息 我相信我刚才所提到的所有的点 嗯 可能没有特别多的这种立场的那种表态 但是我觉得 真正测读的东西啊 并不是我有什么倾向性啊 并没有什么事先我们有什么沟通啊 有什么这个桌子下面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能测 有什么东西不能测 起码没有这样的啊 是我非常自由的 把一个真实的一个 HTC的U11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我相信大家看到的东西也是大家 如果自己亲自啊买完了以后上手 把玩一段时间 几个小时啊 把玩了两个小时啊 整个大家可以自己得出一个大概这个结论吧 我希望真实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能够提供给你的有价值的东西 好吧 嗯 该说的也就说这么多了 我希望所有的参与我们直播互动的节目的朋友 包括刷弹幕的朋友啊 真的能够理解我们 也包括理解HTC 呃 好好行一行 感谢这边有帮我开了一下啊 刚才那个刚才底下同事提醒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啊 那个我忘了做广告了 忘了做广告了 其实我们爱佛商城呢 现在推出了上门给你换屏的业务 如果你扫毛扫描这个一会儿我们结尾的二维码 如果你的屏幕呢这个碎屏了啊 可以这个找我们上门免费换屏啊 我们的整个的材料成本大概也就是199啊 一个6s屏啊 如果是plus的话会贵一点 所以这个非常仓促的打一广告完全没有准备 那也不能白打啊 再给大家带来点信息 有些人问我们所有的实验都做完了以后 呃 电量还剩多少啊 还剩百分之68 还剩百分之68 感觉还好 但是百分之68什么概念啊 是掉了将近 是掉了百分之32啊 32是将近百分之50啊 对不对 这个这个 大概也还好 但还是蛮好玩的吧 蛮好玩的 OK 就这样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是彻底白白了 好了 感谢大家一直陪我们到现在 拜拜 今天晚上终于不用加班测试了 收到这份 Things väl诶 店 consists 有什么 呀 索 不 你